大家好,这份料子第一眼什么敞口? 如果你第一眼就能看出敞口,那么说明你还是对翡翠有一定了解了 整个石头呢,切了好几份,那么料子呢,一共是五片,十五公斤 注意,肉质细不细,干不干净,清不清爽,肿算不算老,能不能达到糯冰种 注意啊,观察我刚刚说的这些配置点 一份石头切开以后,棉需要薄的,料子上有棉,但大部分还是比较清爽 肉质细腻程度也很重要,整块料子肉质细腻,种,糯冰没有问题 裂纹是致命的点,人家说惠卡的料子裂多,您真的认为惠卡的料子裂多吗? 仔细地回想一下,其实很多石头都是裂多 那么薄裂成为了重点 那么接下来咱们呢,观察是托大的皮壳 皮壳上面呢,是一个蜡壳 注意,蜡壳呢,也有厚和薄 断口处也呈现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不打灯,你能看到裂吗?看不到纹裂的状态 打灯以后呢,您仔细感受一下 上面,你能看到裂吗?能 看到一部分,有纹裂 呈现的肿水接近一个落化感 这是断口 那是不是断口的肿水表现好,盐皮的表现差呢? 打在盐皮上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整个石头还是都能够打到肿水 在煤漆之前也能看到了这个所谓的一部分纹裂 只要您仔细看,还是能感觉得出来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石头来给大家分享的是 重点 一个石头切开以后 讲的是它的整体配置 这个料子除了纹裂以外 其实其他配置非常的优秀了 做货,跑光,起货都非常的漂亮 但是没办法 纹裂决定了这块料子的价值上不起 但是呢,出货一定是漂亮的 希望大家都有好运